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 正当中日因为钓鱼台主权争议不休时 美国海军核潜艇呢 这个二害二号最近突然出现在南韩的釜山 不过根据了解呢 这艘有水下导弹库称号的潜艇呢 未来有可能是落脚在南韩的激州岛 或者是菲律宾的苏比克湾 那么在亚当地区活跃 专家说这意图当然很明显的是在威辙中国 不过我们看看过去的历史 美国对中的关系狠话说尽了 但是毫无行动力 不仅是没有行动力 总编辑甚至有几位的反共 还有骂大陆的总统 其实后来变得蛮友善的 他们后来还跟大陆握手言和 刚才主持人特别提到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这个议策说 这个罗姆尼当选之后 一定中美关系可能会受到影响 那可能会怎么样 其实我特别强调是过去的惯例 我们可以看出来 我们看到中美真正关系的改善 是在1972年 那时候执政的是共和党 尼克森总统 他派基金去出访 然后他在访问大陆 也就是说中美的破冰 是在共和党 尼克森总统 尼克森总统对于一开始的时候 对于中国方面是很强硬的 那我们再看到时间 再转过来 80年代的时候 台湾刚刚跟美国断交 台湾的一个友邦 Rona Reagan 雷根总统 我们对雷根总统记得 他那时候在选举的时候 如果有印象的 这个四年级五年级的这个朋友 一定非常清楚 那时候大家都希望雷根当选 雷根也当选 雷根在军演的时候 我要跟中华民国恢复邦交 让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共和党总统当选 充满了期待 就他上来之后 隔了两年 这个磨合期过了 共和党总统过去当选之后 他一定磨合期是稍微长一点 我曾经也在节目中 跟观众朋友提过 磨合期过了 他竟然签了817公报 限制台湾的军售 限制台湾对台的军售 以前刚中美签订 这个台湾 中美建交之后 台湾跟美国维系的关系 台湾关系法里头 并没有说限制台湾军售 所以既然是我们这个 对台湾最友善的总统 签了817公报 对台军售要做限制 然后我们看到了 这个小布希总统之后 我们看到 这个老布希总统当了四年 结果被克林顿打败了 他只当了一届 克林顿总统上来之后 原来克林顿总统 骂中国是屠夫 观众朋友想一下 这个用词是非常严厉 为什么 因为六四结束之后 克林顿在1992年 当选美国新任的总统 所以六四结束之后 他们对六四的印象还很深 所以美国还对中国 做一些限制 但是经过磨合期之后 我印象非常深刻 1998年 1998年的这个六月 克林顿访问大陆 就是说那时候 六四之后的这个破冰 也是克林顿 骂他屠夫的这个美国总统 那我们再看到 再看到小布希 克林顿之后 小布希当选总统 小布希一开始 对中国是非常的不友善的 明确的讲说 你这个中国政府啊 是这个未来 跟我们发展的关系 我们不会成为一个战略伙伴 中国那时候一直讨论说 克林顿当选 克林顿当选之后 磨合期过了 克林顿在访问中国之后 双方一直强调 我们是战略的伙伴关系 但是小布希在竞选的时候 之后他讲 我们跟中国是战略的竞争关系 那小布希之后 我们看到了 奥巴马当选了 奥巴马当选的时候 那之前 他在竞选的时候也强调 中国是汇率干预国 现在倒过来 罗姆尼骂欧巴马说 中国是汇率干预国 我当选之后 把中国列为汇率的这个干预国 那欧巴马讲法是说 其实这些年 美国 中国的人民币汇率 已经升值了百分之十几了 你没有什么好讲的了 意思 那但是 就是说 我们看到 套一句我们常用的话 你坐在这个位置上 你就会指挥你的脑袋 按照大陆的话 就是屁股会指挥脑袋的 你坐上去了 那你自然的 在这种情形下 我们可以看到 罗姆尼即使用词再狠 中美之间的关系 如果即使罗姆尼当选了 他自然的会跟过去几任总统一样 罗姆尼知道 美国的老百姓也知道 大陆也知道 因为中美关系是全球两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他们在过去的几任总统 特别是从尼克森总统以来 双方已经建立了一定的机制 包括对于中国大陆的人权民主的批判 从过去一直转移到现在对经贸议题的争执 怎么样解决 怎么样处理 其实已经有一定的机制存在了 不管谁当选总统 就套大陆的外交部的讲法 中美关系都会持续的稳定的往前走 因为这是全球两个最重要的关系 双方都有认知 如果双方关系紧张的话 对全球都不利 对彼此都不利 所以你看起来好像是共同党的罗姆尼 或者是民主党的欧巴马 其实他们对大陆的态度都不会相差太远 那么总统你怎么看这一次的选举 接下来只剩下几天的时间 你觉得欧巴马跟罗姆尼两个人的胜算 是比较高 其实全世界都在猜 我想这个赌盘可能这个赌盘 我估计欧巴马的赌盘 可能胜算是比较大 在数次的美国的媒体所做的民调 或者美国的民调公司所做的民调 欧巴马的胜率稍微高一点 但是我们知道 因为还有几天很多事情很难讲 尤其在这种短兵若搏战的时候 一点点因素可能就会让这个形势会逆转 那我特别提到几个关键州 比如佛里达州 比如这个麻州 比如二亥俄州 我们想这些关键州 目前来选举他选票都非常接近 那当这里头我们特别要探讨几个 逐一的问题 美国传统都是以白人为主的社会 那欧巴马是一个 我们说他就是黑人吧 混血黑人也好 黑人现在96%的人 96%是支持欧巴马 所以共和党也不必跟黑人 就不必玩这块族裔了 但是有几个族裔 不断人口在成长的 第一个是拉丁美洲裔的 大部分都是墨西哥的移民 或者是中南美洲的一些移民 他们现在占美国人口总数 已经占到16%了 这个比例是非常的高 他们的态度还有亚裔 不断在成长的亚裔 包括中国的日本的韩国的台湾的 甚至伊朗的印度的 这种大批的亚裔的移民 到中国到美国来 这些人口的比例 其实他们的这个投票景象 慢慢已经会影响到 这一次总统的选举 那特别几个关键州 他的亚裔的人口就变成关键少数 甚至华人都甚至变成关键少数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拉丁美洲裔的 过去少数民族都是少数民族 因为很多人觉得共和党 比较像中高层的这个政党 也算白人的政党 普遍的这样认知 民主党就是少数民族 当然你是白人的政党 其他的族裔 你是多数族裔的这个政党 那其他的少数族裔 就靠到另外一个政党 所以不管是拉丁美洲裔的 或者是华人 过去你问华人 好了大部分都是支持 亚裔的大部分都是支持民主党的 但当现在情势有一些变化 我们知道过去拉丁美洲裔 大概这个支持民主党的 占了大部分 支持共和党只占了三成左右 那华人也是一样 但是因为美国这几年经济 的确不好 而且我们看到 其实现在有钱很多是华人 那对于欧巴马的一些政策 比如欧巴马政策 他是要这个大力的 做一些社会政策 比较像一个社会 社会民主党的这样的一个政府 他是大力的去要消减预算 增加富人的税 所以很多华人是很有钱的 所以他们的态度可能也会做转变 但是我们从整体来看 目前欧巴马的领先的这个优势 不是太明显 但是他是领先的 大部分也估计说 欧巴马的胜算是比较大的 可能当选 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历史上 大部分一个总统连任的机会 是非常高的 这个比例我们看到 少数的像老布希一样 没有当没有连任 那大部分的都是 除非你说有面临到 很大的这个政策性的问题 欧巴马现在美国经济 是在处于一个复苏状态 复苏状态 他不像08年的时候 他从这个小布希手上接下来 那时候是这个全球金融危机 而且美国经济走下坡 又同时面对了 这个复杂的国际形势 欧巴马任内 这个欧萨玛比拉登 逮到了 从阿富汗撤军了 也马上要从伊拉克撤军了 美国在跟各国的关系 不像小布希的时候那么紧张 小布希是标准的 我是世界警察 那种共和党的这种 标准的外交政策 都采取很强硬 其实罗姆尼也看得到 要跟中东的问题 也比较妥善的解决 其实现在最紧张的 可能不是大陆方面 说罗姆尼当选的 最紧张的可能是 阿拉伯伊的人 因为罗姆尼是非常亲以色列的 他说他上任之后 要对 因为欧巴马让共和党的人 感觉到 因为传统上 犹太一在美国 都有一定的政治的影响力 而且很强的政治影响力 非常团结 那他们普遍的认知到 觉得欧巴马是 比较没有像过去 那么挺以色列的 当以色列现在的总理 纳特亚胡 他的政策也比较强硬 所以欧巴马甚至 欧巴马政府甚至公开 批以色列政府 这过去比较少见的 所以当然所有的 中东的这些国家 伊斯兰教的这些国家 但普遍的都希望 欧巴马继续当选 那从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我个人的看法是 当从欧巴马 现在目前的民调 只要他不要犯太大的错误 他应该会 微服的当选 微服领先 但我们说还有几天 还很难说 好 不管是从 这个国内的族群的支持 或者是从民调 或是从国际上的支持 看起来欧巴马 好像胜算比较高了一点点 不过呢 最后的结果 还是要等到11月6号 投票完结束之后 才会知道了 好 今天非常谢谢总编辑 来到节目当中 为我们做详细的点评 谢谢 请不吝点赞